欢迎来到宁子频道 现在是7月初 我花园里的灌木直逆形的风花月季 已经开完山洲了 它开花的时候非常的壮观 但是花谢以后呢 全是蝉花 现在我要来给它做 每一年的月季的开完花以后的第二次修剪 修剪的原则 首先是要剪去蝉花 在什么样的位置下剪去蝉花呢 现在我来给大家做示范 就是在这一处花下面 有五片叶子的位置 把整个的蝉花剪掉 这样的话它就会在剪去的部分 冒出来的新芽开始 长出新的花苹 由于我这里的数量太多了 所以我没有必要很仔细的查看它 第几片叶子 我只需要把它的花头往下剪 如果是枝条太高的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整个开花的平衡 把枝条太高的多剪一些 让整个花的月季的枝条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样它第二次开花才很漂亮 对 这里的花枝条太高的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休闲完之后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它的枝条基本上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看看它们都还是非常的健康 等到它第二次开花吧 这一株月季 它比较特别 有些枝条特别的高 已经是1米8左右的样子 有些枝条又特别的矮 那像这种情况 该怎么来修剪呢 还是一样的 首先把 蝉花剪掉 剪蝉花也是同样的 在花下找到有五片叶子的位置 把它剪掉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 这些很高的枝条 它们也很粗壮 剪得好像太可惜 但是不剪的话 蜘蛛玫瑰它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开花 就显得非常的难看 你看这几株枝条 特别的高 除了剪掉它的蝉花以外 还必须把它的枝条 剪矮 这样才能维持这株玫瑰的平衡 今天的玫瑰花修剪 就分享到这里 这就是我的成绩 剪了一大堆的蝉花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